听了小五的分析,唐三点了点头 小五,你提醒得很及时,否则的话,我们贸然前去,很可能要吃亏 不过,深海摩金王也必须要击杀 杀死他,是我海神第八考的内容之一 只有将他除掉,才算是完成第八考 方有前往海神岛,进行海神传承的可能 到时候,尽可能由我一个人出手,大家对得远一些 如果出现问题,你们就接应我一下 深海摩金王拥有控制大海的力量 但我的海神之光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虽然千任雪成神令我们的时间紧迫 可越是这样,越不能操之过急 否则,只会起到反效果,一切以安全为重 听了这番话,小五不由地笑了 他知道,唐三明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在这种时候还能保持冷静 很显然,他在各方面的能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并没有因为千任雪的强大而乱了方寸 哥,我们先接近深海摩金王吧 深海摩金王瞎了一只眼睛 只要我们不过于靠近他,进入他的领地 就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之前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让小白的族人去叫他了 等小白来了,我们再动手 他对深海摩金王比我们要了解得多 而且,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对付深海摩金王也更有把握一些 唐三大喜,忍不住摟过小五在他额头上用力一吻 小五,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有了小白的帮助,我们对付深海摩金王希望大增 至少也能留下条后路 小五翘脸羞得通红 不敢去看伙伴们似笑非笑的眼神 主动投身到唐三怀中 低声离难道 哥,我还没嫁给你呢 唐三呵呵一笑,挠挠头道 早晚的事,你是跑不了的 宁荣荣扑持一笑道 三哥,我一直以为小傲就已经很不浪漫了 原来和你比,他还算好的了 你就一句话想让小五嫁给你啊 你都没求婚了,真不浪漫 哦,唐三尴尬地看着怀中小五 再看看宁荣荣,苦笑道 怪我,怪我 等我们该做的做完,一定正是向小五求婚 奥斯卡有些得意地道 小三,你实力虽然比我强 但这甜言蜜语就不行了吧 回头,哥哥教你两招 保证让你受用无穷 宁荣荣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好啊,你跟我说的那些原来都是甜言蜜语 你这个口腹蜜语的家伙 荣荣,我对你的甜言蜜语可都是发自内心的呀 嘿嘿,我突然发现小三的方法也不错 够直接 反正,这辈子你也只有我这个选择了 谁要是敢来招惹你 我就打着,他妈妈都不认识他 你 宁荣荣看着奥斯卡一脸无奈的样子 拿他也没办法 好了,不要闹了 我们现在离海边还不算太远 万一被千人雪的神殿搜索到 就麻烦了 戴木白沉声说道 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难看 眉头紧皱 唐三看向戴木白 戴老大,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不过,你的担心应该不会成为现实 至少短时间内不会 哦,为什么 戴木白疑惑地看着唐三 唐三道 你一定在想 像千人雪这样的强者 如果到了战场上 岂不是所向披靡 不论是天斗帝国大军 还是你们新罗帝国的军队 根本就没有阻挡之力 虽是有灭国的危险 对吧 戴木白点了点头 其他人可以不在乎战场上 国家之间的战斗 但他毕竟是新罗帝国皇子 又怎么可能不在乎呢 他绝不愿意看到 新罗帝国覆灭在五魂帝国之首 此时看着唐三胸有成途的样子 心中的担忧 才算是减弱了几分 唐三正色岛 刚才千人雪已经通过大海传话给我了 不错 他所说的等应该就是在海边等我 等成为传承海参之后的我 只有击败了与他一样达到了神级的我 他内心之中因为我出现的阴影 才会彻底消失 而且通过与我的战斗 他也一定能够找到自身的不俗之处 完善自己的能力 远比尽快毁灭天斗星罗两大帝国 对他来说重要得多 只要他能完美的掌握天使之神的能力 再将我击杀 统一大陆 那是早晚的事 反之 如果他急功近利 急于去帮助武魂帝国大军 横扫天斗星罗两国 等到我成神之后反击回来 他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千人雪也是聪明人 这种赔本人的买卖 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因此 我断定 他一定会留在海边 一边等我回归 一边完善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真正的掌握 全部天使之神的能力 戴木白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难怪你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前往天斗帝国那边找麻烦 不过 万一他到前线去 击溃天斗帝国大军 俘虏我们的亲人朋友 来威胁我们 该怎么办 唐三想都不想 摇了摇头倒 不会的 强者有强者的尊严 虽然我和千人雪接触不多 但这个女人极为骄傲 这种事 她是不屑去做的 如果换了是比比东的话 倒有这种可能 千人雪绝对不会 所以至少短时间内 前线那边不会有事 但就算这样 我也必须尽快获得海神传承 将一切不利的可能 遏制在摇篮之中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就在这一时 唐三突然低头向汉海护身照下看去 承载着他们的魔魂大白沙 突然略微变换了一下方向 速度也随之降低下来 其他人的反应 虽然比唐三慢了一拍 但也立刻发现了他们的变化 没等他们发出询问 清澈的海水中 远处一条巨大的身影 已经告诉了他们 魔魂大白沙们变化的原因 尽管距离还远 但凭借着此几魔童 唐三也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 可不正是魔魂大白沙之王 他们的朋友小白吗 小白的身姿还是那么矫健 他自然也感受到了族人的气息 身体再次加速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迎得上来 身形调转 庞大的身体在海水中 一个灵巧的翻身 就像是为众人护航一般 来到了族人身边 共同前进 与此同时 小白的声音也通过水波震荡 传入了汉海护身照之中 虽然看不见 但他自然知道 唐三他们就在自己的族人身上 你们终于来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唐三 那个声音是谁的 太可怕了 浑瘦的感觉 要比人类敏感得多 小白刚才也身处于千刃血 神念传递的海域范围之内 自然也听到了千刃血的声音 此时提起还是心有余悸 身体细微地抖动了一下 唐三苦笑地解释了一遍 听着他的讲述 小白的眼睛不禁瞪得大大的 竟然真的有神要出现了 看来大陆要乱了呀 我曾经听长辈说过 神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相互制约 唐三 看来你必须要尽快成为海神才行 只有这样才能支援那个天使之神 唐三岛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在这之前 我必须要完成海神第八考 同时把我的第二五魂增加到九魂 小白岛 你们的目的我知道 我这次快速赶来 一个是帮你们 另一个也是要提醒你们 波赛西让我转告你们 深海魔金王不同于一般十万年魂兽 他的修为深不可测 就算是他也未必能够战胜深海魔金王 让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 唐三岛 深海魔金王乃是大海中的魂兽 小白 你一定比我们熟悉得多 给我们讲讲 深海魔金王的各种能力 以及整体实力吧 以便我们想出办法来对付他 小白巨大的尾巴甩来甩到 我知道的也十分有限 你们这次可真是要面对一根难啃的骨头了 就算整个邪魔虎精群加起来 恐怕也没这家伙恐怖 否则的话 以邪魔虎精那样的侵略性 又怎么会放过深海魔金王呢 要是能杀了他 无疑会得到很多好处 奥斯卡道 小白 你就赶快说吧 这深海魔金王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 你急什么 人家唐三还没急呢 小白最喜欢和奥斯卡作对 听到他的声音就忍不住反驳一句 不过 他还是将自己对深海魔金王的了解 说了出来 唐三 坦白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深海魔金王 对于他的能力更是一无所知 小白的第一句话就令唐三大吃一惊 唐三皱眉道 不是说你邪魔虎精王和深海魔金王并称为海中三大霸主吗 你怎么会连他都没见过呢 小白苦笑道 什么海中三大霸主呀 那根本就是你们人类强行安在我们身上的而已 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 你知道大海有多大吗 在这个世界上 大海的面积是陆地的四倍 所以 你千万不要以为陆地魂兽数量众多 其实 海魂兽的数量 比陆地魂兽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 陆地只是一层平面上可以生活魂兽 可在我们大海之中 任何深度都可以有魂兽生存 而且 大海中的魂兽 尤其是深海 远海的魂兽 更是很难遭受到你们人类的骚扰 因此 我们海魂兽的成长 要比陆地魂兽容易得多 只要本身强大 族群又实力不俗 就很容易生存下去 因此 大海中的十万年魂兽 绝对是你们陆地上的百倍以上 什么海洋三大霸主 对我来说 这称呼只是个笑话而已 如果说我们是斗罗大陆近海 三大霸主还差不多 在远海 深海之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十万年魂兽呢 当然 我们魔魂大白沙 在海中确实属于比较强大的意志而已 唐三惊讶地道 那这么说 大海之中 岂不是有成千上百的十万年魂兽 小白道 可以这么说 不过 你可不要以为海魂兽众多 就能有很多强大的海魂兽 正相反 正因为我们海魂兽的实力太过强大 你们人类根本就不敢到深海和远海去猎杀 海魂兽要比陆地魂兽团结得多 遇到前来猎杀魂兽的魂兽 绝对会群起而攻之 像上次 如果不是由我们与你们进行合作去攻击邪魔虎精群 你们要面对的就绝不只是他们一个族群 就算你们毁灭了邪魔虎精群 也会受到大海中其他强大生物阻击的 唐三点了点头道 你说这些和深海魔晶王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白岛 我说这些就是要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你他的强大 你知道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吗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长辈们就严令告诫 绝不允许我们任何族群中的族人 进入深海魔晶王的海域范围 不只是我们 如果我猜的不错 邪魔虎精王也受到过长辈们同样的警告 不过这家伙胆子大 曾经试图进入深海魔晶王的海域 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 但那次之后 邪魔虎精族群整整一百年没有向我们发动过战争 显然是吃了大亏 唐三突然明白过来 吃惊的道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 深海魔晶王根本就需要受到浑兽修炼到十万年之后年龄的限制 绝不是再活一万年就会死亡的吗 小白岛 还是你聪明 比某人强多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连我也不知道深海魔晶王究竟存活了多少年 反正我出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这边绝对强大的霸主了 我可不敢违背长辈们传承下来的命令 因此也从未接近过他的领地范围 最多就是从远远的地方看上一眼 而深海魔晶王是个极其懒惰的家伙 他也从来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更多的就是隐藏在深海 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当然要是有人敢侵入他的领地范围 他也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因此深海魔晶海域一向是你们人类传之的禁地 这一点唐三也是深刻的体会过 点了点头道 听你这么一说 这深海魔晶王还真是很难对付呀 他的修为起码超过了二十万年 小白岛 可能还不止 我可以肯定 不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就算是这片海域之中 也绝对没有任何海魂兽知道 当然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虽然这海中三大霸主的名头是你们人类强行安上的 我自愧不能接受 但是 这深海魔晶王被称之为霸主却绝对是实至名归 而且他很可能是整个大海中的第一霸主 无人能敌的霸主 就算没有你们人类神级的力量 估计也差不多了 史莱克奇怪几乎是不分先后的倒吸一口凉气 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棘手 深海魔晶王原本在他们心中就是一只体积庞大的十万年魂兽 但听了小白的话 这个估计顿时变成了实力未知 唐三的大脑立刻开始了高速运转 一般来说 十万年魂兽的修为就相当于是人类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级别高手 而一些特别强大的十万年魂兽 譬如森林之王天青牛马 泰坦巨猿这些 就要相当于人类九十五级以上的封号斗罗了 毫无疑问 这深海魔晶王的实力要比大明二明他们更加恐怖 肯定要超过这个范畴 如果说海神斗罗波赛西都没有把握能够击杀他的话 那么这家伙的实力就很可能相当于九十九级巅峰斗罗的存在 不过他总不会是神级强者 这一点唐三是可以肯定的 否则他早就成为了第二个海神 上次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逃生了 得到了这些结论 唐三脸上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 如果他计算的正确 那么他们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等同于波赛西的对手 而且战场还是人家最擅长的大海 如果深海摩金王的实力与波赛西相等 那么他对大海的控制还很可能强过波赛西 毕竟他可是一直在大海中生活的 其修为达到了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击杀深海摩金王自己就没有传承海神神旨的可能 这一战不可避免 唐三眼中的光芒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九十三级的时候 自己就曾经用种种形式击败过比比东 现在自己已经九十六级了 更是掌握了大须弥锤的奥义 难道还无法对付这深海摩金王吗 不论是为了报仇还是为了传承神旨都必须要将那只海中霸主斩杀 下定决心 唐三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 他隐约已经猜到自己的海神第八考真正的难点应该就是击杀深海摩金王 连海神都要提到的海魂兽又作为自己海神九考第八考的最后难关 不好对付也正常 而且如果自己击杀了这海中霸主就相当于片面的证明了 自己拥有击败任何海魂兽的实力 从而使得自己在成为海神之后方能令四海沉浮 因此完成这海神第八考就是在海神传承前的必要铺垫 为自己铺平这条成神之路 小白从这里到深海摩金王的海域还要多久 这次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大海 与上次不同 要多久才能到 他自然不清楚 小白道 用最快的速度赶路的话 差不多要三天的时间吧 和回海神岛差不多 唐三 你已经准备好要对付他了吗 唐三点了点头道 我一定会战胜他的 三天时间足够我进行准备了 在小白的引路下 魔魂大白沙们全力加速朝着目标的方向前进 而唐三也静下心来 一边恢复自己先前透支的体力 一边对三天后 关系到自己能否成为海神的重要一战 进行着详细的计划 他从来都不缺乏信心 更何况深海摩金王再强大 也总不会强过千刃血吧 不过 这也是唐三判断错误的唯一一点 在深海之中 千刃血还真的未必就能击杀深海摩金王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对于史莱克奇怪来说 这海中生活的三天却并不寂寞 除了修炼之外 唐三对于接下来这一战进行的详细的部署 最忙碌的就要数奥斯卡了 在魔魂大白沙背上 成天忙着制作各种香肠 魔魂大白沙前进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 不需要小白提醒 唐三也知道 他们已经接近了魔精海域 距离此行的目的地 只剩下最后短短的距离了 盘膝坐在胯下的魔魂大白沙背上 唐三轻轻的抚摸着 横放在自己膝盖上的海神三叉戟 对于这顶神器 他早已不像刚刚得到是那样 只能僵硬的使用 可以轻松的控制海神三叉戟的重量 就像现在 他身下的魔魂大白沙 根本就感受不到海神三叉戟 那十万八千斤的恐怖重量 否则也无法承载着唐三前进呢 但是自从上次海神降临 帮助唐三逃过了千刃血追杀之后 唐三虽然依旧能够使用它控制它的重量 却再也无法与这柄海神三叉戟进行沟通 它似乎已经不再是神器 而只是一柄重量恐怖又极为坚实的武器而已 每当唐三看到主任下方 那空出来的菱形孔洞时 就会从中感受到几分苍凉 正是因为自己海神之心才会破碎 没有了心和灵魂的神器 又怎能再散发出神器应有的光彩呢 唐三不知道如何来恢复这件神器 他甚至可以肯定 这一点连海神斗罗波赛西恐怕都不知道 当初海神之心还是他带上海神岛的 也正是因为他拥有了海神之心 才会得到海神的认可 成为了海神的传承者 可现在海神之心却破碎了 唐三也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恢复过来 这件神器无法释放出应有的光辉 唐三能否传承海神神旨都是问题 但出奇的是 此时的唐三却并没有担心这个问题 却是发自内心为了这个菱形孔洞而愧疚 他不止一次向海神三叉戟忏悔着 如果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 又怎会让这件海神的神器 在千任雪的天使圣剑下受辱呢 唐三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只要自己力所能及 一定要将这件神器彻底恢复 不为了传承海神之力 只为了他早已将海神三叉戟 当成了自己最亲密的伙伴 这位伙伴不止一次保护了他的生命 可他却为能保护好他 魔魂大白沙门彻底的停了下来 在小白的带领下缓缓浮出水面 这里距离岸边已经十分遥远了 就算千任雪的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将神念 搜索到这么远的海域来 重见天日的感觉 令史莱克奇怪 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对着天空深深的吸了口气 新鲜潮湿 带着咸腥味道的空气 吸入肺腑之中 滋润着他们的五脏六腑 令人感觉到分外舒适 他们每个人都坐在一头 魔魂大白沙身上 正在离开海面的同时 唐三也收回了自己的汉海护身照 感谢您收听 感谢您收听